曹云金厂的开业,被人问到有约约棚吗? 二字回应网友知乎大气,曹云金大家都知道,之前和师傅郭的刚两人,在网上也是闹得沸沸扬扬,也成了大家谈论道德标准的一个事件,两方也都有着各自的支持者。 但是只从这时之后,曹云金事业也是变得停滞了,在老本行项上也是人气明显下跌,转战影视圈,票房也是不亏本就不错了,主要现在的影视圈都是有着互联网大数据在操控着,一般都优先考虑那些小鲜肉,因为小鲜肉也都是自带流量,就算没有演技,只会瞪眼就可以,因为有着很多的粉丝去支持。 到时候收拾,票房还不都是蹭蹭上来,而曹云金就是现在的一个不能够自带流量的艺人,所以很多的导演也都会好好斟酌一番,影视圈也不能混下去了,只能重新开始自己的老冷行说相声了。 由于早期积累的人气,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,粉丝也是直线下降,就不能够直接开始做大剧场,虽然当时大部分的人都会偏向郭德纲那边,说曹云金人品不行,但是从他现在愿意从小剧场开始做起的精神,还是很值得肯定的。 曹云金虽然有着愿意吃苦的精神,但是他直接暴躁的性格大家也都是有所耳闻的,之前也是传出打路人,打粉丝等等,并且还在之前德云社一名成员退出的时候,曹云金还在网上发了一则听云轩招聘的消息,这也是很没有情商的表现,只是发泄了自己的一点私心,却容易被人吐槽。 近日曹云金在微博上面,也是发了自己精心制作的喜剧现场开业的一则消息,在市营业期间效果不错,现在已经定了8月18号正式开业,心情也是非常的好,网友的评论也都一一去回复,不过在置顶的一位网友直接问道,有岳云鹏吗? 当然这位网友也是调侃一下,并且这个问题对曹云金来讲也是不怀好意,但是令大家没有想到的是曹云金还真回复了这位网友,不过只是回了两个字你猜,这点也是惹来了网友们的极大兴趣,也是有人说道,金字大气,确实情商提高了,也不像之前那样随意对人了。 现在的岳云鹏可是德云社里的一张王牌,和现在的曹云金比起来,真的是有些差别的,小场子的演出,岳云鹏也是去得少了,之前郭德纲和于谦带着德云社去澳洲商业,岳云鹏也是没去,当时的发布会照片中也是没有他。